各位尊敬的专家老师同学大家好 我是张旭敏来自复旦大学 十分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然后很荣幸有这次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蛋白质末端主学的一些研究进展 这是本次报告的一个简要的提纲 首先要谈一谈蛋白质末端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蛋白质来说的话 不管它的结构有多么高级 不管它的修饰有多么的酷炫 但是怎么这么糟的话 它都有两个末端 开始的末端的话就是安极短 而结束的话就是它的缩极短 对常规蛋白质主学鉴定来说的话 那个蛋白的末端的信息往往都是丢失的 大多数的话都是鉴定的是中间太短 一般认为只有准确的鉴定一个蛋白质的两个末端 才可能正确的解析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而我们知道蛋白质的一级序列的话 实际上是决定着它的一个高级结构 如果是蛋白质末端信息丢失的话 就不好说 你就会对这个蛋白有一个完全和正确的一个了解 在蛋白质主学研究里面 蛋白质修饰往往抓人眼球 这个修饰重要那个修饰重要 我们一提修饰的话就是磷酸化 糖济化 今天上午天之星老师应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在糖济化上面的重要的工作 然后有N糖有O糖 然后还有其他种种的修饰 范术化 输摸化 以仙化 等等等等 但是这里我想提一点的就是蛋白质的减切加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修饰 如果一个蛋白质它的序列信息都已经完全变化了 它的相应的功能定位 执行的使命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说 想说的一点就是蛋白质的修饰 剪切加工不一定比其他的所谓的修饰以仙化 甲基化什么的就是更不重要 可能只是大家关注都不在这个上面 其次的话研究蛋白质末端的话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蛋白质末端实际上它存在着多种各样的修饰 对蛋白质N端来说的话它的修饰发现的比较多 但对蛋白质C端的话发现的特别特别少 其主要的问题就是蛋白质C端的一个鉴定方法的话 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突破 对它的分析通常都是费时费力的 目前来说的话主要是有两种 一种是甲基化和一种是显安化 都是一个综合电荷的一个修饰 而在所有的关于末端修饰上面的话 研究最多的就是蛋白质的N端以仙化 以蛋白质N端以仙化为例的话 事实上有多种各样的研究报道 它们和蛋白质的各种功能都相关 和蛋白质的组装 稳定性活性 蛋白质的降解速度 和细胞凋亡压细胞定位都息息相关 因此研究蛋白质的末端 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对我们做蛋白质组学来说的话 它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作用 我们称之为一个定位蛋白质组学 Positional protein 对于常规组学来说的话 我们做蛋白质的人很清楚 我们分析的不是蛋白而是多态 以人类蛋白质组为例的话 如果我们不考虑任何的 protein isoform 不考虑任何蛋白变形的话 事实上总共有大概2万个蛋白 但我们分析态断的时候 每个蛋白都能贡献出许多的态断 如果假设每个蛋白能贡献出50条态断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分析的目标不是2万 而是100万 在这个时候 如果即使是用再高通量的植物去鉴定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困难 Positional protein 是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只针对性的负极 每一个蛋白上的一条特征性的态断 这时候我们起到一个这个效果 我们2万个蛋白 就是去鉴定它2万个条态断 而鉴定2万条态断 在目前的话 先进的LCMAS的那个条件下 是毫无问题的 通常好 状态好的话 一个一个小时也能鉴定出 3万到4万条态断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能把样品的复杂程度大大下降 有可能在较短的 页箱梯度的时候 鉴定出更多的蛋白 这是一个 Positional proteinomics的一个概念 而对定位蛋白质组学来说的话 跟它非常非常match的 实际上就是末端组学 如果 把注意力放在n端的话 就是n末端蛋白质组 把注意力放在c末端的话 就是c末端蛋白质组 而我们知道的话 对于一个特定的蛋白 它有且只有一个n端 也有且只有一个c端 它们就是能 很好的代表着这个蛋白质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在末端组学的开发的一些方法 在蛋白质组学的话 我们是最常用的手段 就是bottom up也称为short gun 咬香法的蛋白质组学 它的一个基本的简要的流程是这样 我们获得完整的蛋白 然后经过每一节分离 离子化 获得一个离子化的多态 离子化多态之后 在气象中进行一个碎裂 获得它的碎片信息 获得碎片信息之后 根据碎片信息 然后进行数据库检索 或者是denover 然后会返回到去鉴定态端 进而鉴定蛋白 在这个时候 往往蛋白质的末端信息会被丢失 因为数据太过复杂 再包括蛋白质末端分析的话 它们末端态端的话 存在着较差的离子化的一个程度 所以末端的信息往往会被丢失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特异性的 选择性的复集方法 来把它们复集起来 进行独立的一个分析 避免其他态端的一些干扰 之前提到了一下 就是蛋白质N端的以前化 这是目前研究的比较多的 一个关于末端的一个修饰 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就是目前研究发现 就是随着生物的级别越来越高 它的N末端乙线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这可能是跟需要一个稳定的蛋白 需要加强蛋白的稳定性是有关系的 以人类蛋白为例的话 其中84%的蛋白是被乙线化 而76%的蛋白是被完全乙线化 这里面完全乙线化概念就是 95%以上是发生了N末端的乙线化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就 如果是我们能开发一个 负极N末端乙线化态端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就基本上能解决 蛋白质N端 蛋白质N末端 蛋白主学分析的一个办法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一个 氨基反应的活性作料 这是用的是氏化菌活化的 Ceverlose B 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蛋白的话 我们也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就是一个银煤消化 消化完了之后 把这些态断和这个氨基反应的 塑料添料进行一个浮浴 浮浴完了之后 因为蛋白质N端如果被乙线化的话 它的氨基就不再具有反应活性 而其他的α氨基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 它能选择性的和这个塑料进行反应 这样的话 只有我们的N端乙线化的态断 是能在这个负极当中 冷暖保持着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 经过一个简单的过滤 就能够获得我们想要的N端乙线化态断 这是一个经典的反向负极的一个方法 想要的就是没有被抓住 而不想要的就直接被抓住 抓住之后 然后我们收集被被抓住的东西 就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N端乙线化的态断 在当时的话 这个做的比较早 但当时的话可以鉴定大概922个N端乙线化位点 这和当时声称的那个最大的一个 乙线化组学的一个研究相比的话 这个研究的话是用了多种为 来自N 区布森和来自C 然后鉴定了大约1400个乙线化末端 但如果只看它的一枚做出来的结果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结果里面 我们用了比它少得多的样品 少得多的分析时间 但鉴定了反而鉴定了更多的乙线化末端 乙线化位点 这样的话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方法的一个 高效性和灵敏性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一下 因为我们还是想看看它的作为一个 Position of Polyvirus的效应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和常规的蛋白质组学的研究 它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劣 事实上我们发现从钛段鉴定上来说确实是少 但从蛋白鉴定上来说基本上是旗鼓相当 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互补性是非常非常好的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来 实际上它钛段的重复鉴定只有1% 蛋白的话只有10% 所以它是一个对常规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互补的一个方法 另外要强调一个 我们这个因为只针对N端蛋白质N端乙线化的态端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半把相性的一个分析 我们发现如果是正常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信号质量 就是我们用Mascot去搜索 得到的分值相当的话 实际上它的FDR值实际上要降低10倍以上 这个也大大的增强了 就是鉴定的可行度 特别是如果哪些蛋白质 只是由一条态端鉴定出来的 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方法 它的可行度会上升10倍以上 随着制服公司仪器的不断的进步 我们在18年的时候做了一些工作 还是同样的方法进行一个对比 这时候我们发现 就是说这时候他们在蛋白质的鉴定上 就谈不上并价齐区了 虽然说N端乙线化组的话 它的也提升了约50% 但常规的话 有一个很高幅度的提升 提高了两倍甚至三倍 这时候就是不能说 他们是一个并价齐区的 一个蛋白质鉴定的一个方法 我们这时候想了一个办法 开发了另外一个实验技术 我们称为INCHAT 它是利用酶和化学辅助的N端 特异性态端腹极的一个方法 这时候的话 我们针对不仅针对N端乙线化态端 我们还针对N端是果然显暗的态端 N端是半光安酸的态端 通过化学和酶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给它进行缓化了 缓化之后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个反向的负极 同样的方法给它负极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针对的态端 从之前的话 大概是1万条态端 现在我们的目标放大到5万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的话 我们能够鉴定到的蛋白 从以之前的50% 可以现在上升到85% 接着做同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发现确实是 用intrad的方法的话 它有更好的蛋白坚定性 就是比起常规的蛋白质处的一个分析 然后也有一个较好的互补性 当然没有之前那么好 之前只是 就是可能将近八九年前 是个10% 但现在仪器实在是太过灵敏了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互补性 也较好 但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了 但总而言之 通过intrad的这个方法 它比常规的蛋白质处学 的方法的话 鉴定的蛋白要稍微多一些 这里面多了大概500多个 N端的方法就介绍到这 然后我们也相应的开发了 一个C末端组学的方法 C末端的静定方法 复极方法 实际上是相对N末端的来说的话 困难度大大加大 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它的难点在于 一个是缩机的反应性较差 还有一个就是经典的 一眉眉睫产生出来的 C末端太短 离子化程度较差 这个我后来后面的话会 解释一下 这造成的一个困境就是 所有报道的 不管是再好的工作 包括发在 那些纸刊的一些工作 实际上他们建立的 深末端的数目的话 都局限在几百个 远远落后于 N末端的分析 我们在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 就是跟踪了几个 比较好的方法 其中一个是 Coflatic的方法 这个的实验就是太过复杂 但是呢 它是鉴定了 我们文章发表之前 最大的深末端组 它是通过120次的 质幅分析 鉴定了965个蛋白质的深末端 从这个数目 看看出来 蛋白质深末端的 鉴定程度有多么困难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从这个也能看出来 它有自己的一些不足 它鉴定的数目较多 但是相对的 它的操作十分繁琐 而且质幅分析的话 需要120次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 正常的一个实验室来说 不可能在这上面 用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注意到方法 是C-Tails的方法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它的基石占用的会比较少 它的原理上是非常非常好 它是通过蛋白上的 那个氨基保护和缩基保护 之后在移煤进行煤切 然后第二次氨基保护 保护完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 C-Modern态断的话 它因为在蛋白水平上 是被保护了 它的缩基是被保护了 而美解之后产生的 其他的态断的话 它都有一个新生的缩基 所以这时候 它推出一个聚合物的结合 这个聚合物是专门 针对缩基的一个结合 如果是聚合物一结合 含缩基的都被结合上 这样通过一个简单的过滤 就会收获到你的 想要的C-Modern态断 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反向负析的方法 但是它原理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 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静定的蛋白色末端数目 比较少 即使是用Equalite这种样品的话 也就是在一百来个 但是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它的分析时间比较短 所有的东西都一锅端 最后跑一针 L-C-Modern就好了 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基于C-TEL式的方法的话 就是做了一些优化 通过我们的一些优化实验 通过优化的反应条件 去除副反应 然后再把氨基的已先化保护 氨基的双甲基化保护 替换成已先化保护 然后再引入了一个单价态离子的一个碎裂 我们把那个经典的C-TEL式的鉴定效率提高 提升到大概76% 但这个数目还是偏低 偏低的话 我们最后琢磨 是不是可以结合多媒切的技术方法 看看是不是有些 有一些C-Modern就是 一枚鉴定不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进 引入了不同的枚去处理 这样的话 我们能把鉴定数目提升的比较明显 但是这就是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数目多了 但是相应的仪器分析时间 又要加倍 加了大概三到四倍 这样的话实际上应用起来的话也会困难 最近我们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是蛋白质深末端方法研究上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我们的一个工作叫Basics的一个方法的一个建立 提到Basics方法的话 它是基于Less Arginus 媒解的态断进行的一个工作 在15年的时候 有篇报道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媒出来了 我们工作常用的一枚 它的特点是消化碱性氨基酸 比如说烂氨酸金氨酸的C端态端 C端态件 这样的话产生的态端的话 C末端态端它是不含碱性氨基酸的 而Less Arginus就正好相反 它是切割碱性氨基酸 烂氨酸和金氨酸的N端 这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在C末端研究里面 它因为它加入了一个碱性氨基酸 使它的带电情况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植物检测中有更好的反应 有更好的响应 当时有这个媒之后 我们其实还不死心 我们觉得银媒还能够进行一些优化 然后使它更好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实验 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成的 确实Less Arginus表现得要好 在复杂程度低点的样品的话 是略好于一枚 但是在复杂程度高 比如说人类Headercell的话 它是远远高于一枚 所以经过这个比较之后 我们坚定了一定要用Nise Arginus 去做那个深末端的一个分析 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安基硕基的一个中性保护 如果我们安基硕基中性保护之后 我们起到一个电荷中和的效应 电荷中和的效应的话 这样的话它分离的话 如果是我们用强力值交换去分离的话 它就比较好的能把C端态端给它分出来 我们考虑了一下 就是如果是正常的 对态端的强力值交换分析的话 通常是用一个酸性条件 但因为我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缩机在酸性条件下 它的电荷会被中和 然后它不能解离 这样的话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析 如果是在一个减性条件下的话 缩机被解离 然后大多数态端都带负点 根本不可能被保留 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缩机安基的中和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减性条件下 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我们发现如果是在PH8的条件下 另外一个减性 弱减性的安基酸 主安酸的话 它也会被电荷也会被中和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个情况下 C端态端不管它带不带主安酸 它的电荷是正二价 而中间态端是正一价 N端态端是零价 有时候强力交换对差一个价态的物质 分离出来 也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这是虽然是他们 正一和正二价只差一价 但他们的价态是一个两倍的关系 这个分离比起正式和正五价的分离 是要容易的多 所以我们觉得PH8的话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SCX的条件去分离 C末端态端 我们合成了一些态端 这是一个 奈斯阿俊丽斯将农解出来的中间态端 中间态端含主安酸 中间这是末端态端 在PH7的时候 中间态端含主安酸的确实和我们的C末端态端是分布出来的 它的保留时间基本一致 但我们升到PH8的时候 这次就挺神奇的 那个含主安酸的态端迅速的往前移 基本上是直接从佛罗斯路里面就出去了 而我们的深谋态端还是挺稳定的 那个洗脱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洗脱时间从之前基本上区别不出来 一下差了大概14.3分钟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更高PH 然后它的话差了12.9 综合考虑下来 因为PH8.0更接近于一个温和的条件 更接近于一个生理的条件 我们后来就定在在PH8.0上做这个实验 这是我们的一个简要的流程 在蛋白水平上进行乙线化 保护氨基 再进行一个显氨化 保护缩基 接着就用Less Arginus去眉切 做一个简性条件 弱简性条件下的强硬粒子交换 这样的话前面出来的基本上都是 蛋白质N端的态端和中间态端 而后面出来的大多都是蛋白质的C端态端 这个时候我们初步的结果 看到这个结果其实我们还是挺兴奋的 因为我们一针大概是90分钟的一个分离时间 我们能鉴定将近1200条C毛端态端 这个是比之前报道的工作都要多 哪怕是之前报道最多的那个 用了120次Less Arginus分析的这个结果都要多 这时候我们确实是还挺兴奋的 一个挺漂亮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还对质谱 产生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比较精细的分析 正常情况下我们蛋白质鉴定的话 我们HCD碎裂的话 通常只考虑B离子外离子 但我们发现对很多图部来说 虽然考虑了B离子外离子 但有很多离子还是不能比对上 我们发现大多数这种离子都能比对上A离子 少部分能比对上C离子 所以我们考虑是否应该把A离子和C离子 放到数据库里面 然后去鉴定比对 这时候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考虑A离子C离子的话 它的鉴定分时可以提高十好几分 而且从这上面也能看出来 大多数的强者太短 这不太短 大多数强者碎片信号的话 都能比对上我们的目标太短 整体上它的平均分值能提高了 大概十二分左右 从鉴定数目上来说的话 它的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高 之前的话大概一千二 现在能提高到一千六百四 就不管是哪一个条件 都是比以前的结果好的太多太多 这个上面我们就比较自信的说 Basic的方法 事实上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最有效的 蛋白质深短短的分析方法 比之前的方法要有效的多了多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 黑亚瑟尔和293T的喜吧 它们鉴定的大体上相当 然后总的话在人类蛋白里面 我们是鉴定了大概 两千一百五十个 蛋白质的深末端 这比之前提到的最大的 要基本上是它的两倍多 然后这是也是去年报道的一个 在单细胞里面单个样品里面 鉴定到了最多的那个深末端 我们基本上是它的三倍左右 我们还在不同的物种测试了一下 包括在小鼠神经流细胞 这个是结果 然后在献虫 在番茄 西红柿里面 也一样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之前的话 蛋白质深末端的修饰的报道 通常是采用生化的手段 在生物字符里面的报道 显有报道 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就是去看了一下这些数据 是否也能复集出来 那个蛋白质的深末端的一些修饰 确确实实我们发现了比较多的 深长的鉴定的数目比这个要多好几倍 但是我们轮功的去看了一下图谱 只有有那种特征离子的 真正代表这些修饰离子的 我们才拿出来讨论 所以这个的话比较有意思的 它假计划修饰的话 都是发生在那个phosphorus里面 是蛋白磷酸酶调性下 蛋白磷酸酸酶调性下 不知道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然后也发现了多个显氨化的蛋白质 C末端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研究应用的工作做的比较少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以模式动物献虫为研究材料 我们是鉴定了献虫的 它的一些那个新生的生末端 然后我们发现一些很重要的 跟衰老相关的蛋白 比如说DUF2 DUF6 它们的话就是确实是在不同发展 不同发育过程中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但至于这些是不是有很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我们计划在突变体上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希望能推动一下就是末端主学的工作 更帮大家更好的揭示一下末端分析的那个重要意义 我的大致的内容就是到这了 我进行我的致谢 感谢我的团队成员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其中深末端的这部分工作是主要由张阳和李清清两位同学完成的 然后N端的intrad这个工作主要是由黄庆南同学完成的 也感谢一下我的单位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对我的支持 也感谢蛋白自主学平台黄林老师的配合合作 最后谢谢各位老师专家的聆听 谢谢 可以听见我吗 数据库 然后来方便辅助这鉴定 让这个鉴定的物质数目 得到一个大幅度提升 所以这个技术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那么大家在这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向张老师进行提问 好的 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 好的 张老师现场的话 现在观众比较害羞一点 其实没有人来去提问题 那么谢谢您的报告 好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呢 时间安排得很紧凑 那么下一场呢 就由我们的